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裴真 那谁者其中考的毕竟 我想可能有些爸爸妈妈已经面对到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啰 今天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跟孩子谈挫折 刚好在最近 我碰到了一個小一的孩子 然後他在走廊就開始哭泣 然後我就問這個孩子說你為什麼哭呢 他就告訴我說他不會寫數字 他在學啵啵啵的時候 他的反應好像也比較慢一點 他說他很難過是他什麼都不會 然後他覺得他不會 他就掉到了一個自我否定的狀態當中 所以他就哭得淚眼婆娑的告訴我 他覺得非常非常的難過 那我想我剛剛說的這個 有可能就發生在各位爸爸媽媽的生活當中 或者是可能你也曾經陪伴過你的孩子去面對 可能在關於學習上面的挫折 甚至當我們的孩子再大一點 你可能會碰到他在交友上面的挫折 或是在生活上面的挫折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子 來幫助孩子健康的來面對挫折呢 那剛好啊最近其實有很多的學者 一直在提醒爸爸媽媽 我們是教導孩子面對挫折 還是要訓練他的挫折容忍力呢 這是不太一樣的喔 那話不多說我們趕快切入今天的主題囉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挫折呢 挫折一定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樣 那面對我想的跟實際發生的這個落差 當然難免就會造成所謂的挫折 那在我們的心裡面啊 可能也會帶著一些失望 帶著一些難過 那通常挫折的發生啊 很正常的來說 在孩子的心裡面啊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負面的情緒 不過啊就我們大人來說啊 其實我們都非常的清楚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會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 只是那個程度不太一樣 當然了挫折發生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就像是我們的牙齒跟我們的嘴巴 有時候我們都會不小心咬到 更何況是像挫折這件事情呢 在人生當中啊 常常有時候會發生啊 不順心意的 不如己意的 所以啊我想啊 面對挫折啊 有一個很健康的概念 一定要讓孩子先了解是 挫折它其實啊 對於我們的成長的過程來說啊 它其實它就是一個正常的事情 所以當你發生挫折了 你不用突然覺得自己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它就是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必備的一些要素 所以啊在學齡前啊 比方說啊我們可能學綁鞋帶啊 我們可能學刷牙啦 我們可能學甚至啊 有些孩子可能剛開始喝血的時候 還會嗆到水 那我有碰過小baby的爸爸媽媽啊 他甚至連讓孩子學習用吸管喝水 都是一個學習 那在這個生活的過程當中 他難免會碰到一個 我以為我會可是我突然嗆到了 或者是呢綁鞋帶綁了比較久 他沒有學會 那這些可能都會造成他的一些挫折 因為跟他所預期的不太一樣 那當孩子進入校園當中啊 就像是我剛一開始所分享到的 孩子可能會在學習上面 因為啊其實我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本來就有很多不同的學科需要去學習 在我們還沒有碰觸之前啊 當然我們以為我們會學得很快 不過啊每一個孩子都不一樣 每一個孩子的學習的狀態 跟學習的能力也不太一樣 當然也就會發生了 他的理想跟實際的狀況的一個落差 所以啊當然進入學齡的孩子 可能在學習的部分啊 也會讓孩子產生一些挫折喔 既然我們都知道挫折在人生的成長過程當中啊 他就是一個一定會存在不可避免的要素 所以啊在這裡也先提醒我們的爸爸媽媽 當你在陪伴孩子成長的過程當中啊 其實有時候我們也必須要學習放手 讓孩子去承擔一些挫折 我也知道有些爸爸媽媽 可能希望孩子不要被挫折打敗了 所以呢就會想要減少他的挫折 所以反而在很多他們應該要去面對的狀況當中 爸爸媽媽就先手刀搶先 幫助孩子去處理 讓孩子可以減少面對一些挫折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做的太多 反而可能會影響到孩子去面對挫折的一個學習的機會喔 其實孩子一生成長過程當中 這個真的是很容易會發生的 因為他在小的時候呢 他所跌倒的過程啊那個比例啊 可能也稍微比較小一點 那有爸爸媽媽在旁邊陪伴他 讓他可以開始調整他的心態 用一個比較健康的心態去面對他的理想 跟實際狀況不一致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子去做那樣的一個心理的調整 這是一個很棒的學習喔 所以關於挫折這件事情啊 我還是建議爸爸媽媽 有時候呢我們真的要適時的學習放手 然後我們陪伴著孩子 所以啊我們今天啊對於挫折 有一個比較概括性的認識 因為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啊 其實很常會碰到我們所期待的 跟實際發生是一段有落差的 那今天啊關於挫折啊 我們先到這裡先暫時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 那也要請大家呢要訂閱 按讚 還有追蹤我們的影片喔 那我們每個禮拜二跟禮拜五的中午十二點啊 都會更新我們的影片 那也請大家要記得追蹤我們的粉絲專頁喔 我們啊也有提供Podcast喔 如果你啊你不能夠不太方便能夠看影片的話 也歡迎可以訂閱我們的Podcast 讓我用聲音陪伴你喔